就表演一个腿工 把郑英这么一踹飞 飞得很远 飞得去那个窗边 哇 真厉害 我们愣了 杀了 我们当时我们就杀了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么一句话 林郑英不来 李小龙电影不开工 的确啊 像当年 李小龙亲自邀请林郑英担任无数指导 对英叔可是相当的喜爱啊 哈哈 不得不说英叔在无指这一行 的确是很有经验的 要知道实战和电影不一样 一般人根本就跟李小龙过不了几招 这样拍电影没看头 几秒钟就解决了 还看什么 所以必须要设计出好看的打斗动作 这样观众才会接受 正好英叔会下把 正合了李小龙的口味 所以每次李小龙电影开工 都必须要有英叔 只有他设计的把才合乎要求 别问我什么是把 自己去查字典 其实除了英叔外 还有一人 与英叔一起被称为李小龙的左膀右臂 英叔因为后来拍摄僵尸片和鬼片而大受欢迎 所以大家对他一点都不陌生 不过 这另外一人 很多人可能就不熟悉了 不过没关系 看完你就恍然倒霧了 陈慧一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 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扮演配角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幕后工作的 像英叔一样 他最初也是被韩英杰引入武行的 韩英杰是于瞻元的女婿 韩英杰曾为李小龙唐山大兄一片中的无数指导 陈慧一透露他在唐山大兄和金武门中给李小龙当过替身 李小龙也用替身 陈慧一解释说 李小龙本人是有真功夫的 替身为他做的那些动作 他自己肯定是能做出来的 关键是 当时我们的拍摄进度很紧张 经常是三个机器同时拍摄 李小龙分身法术 所以就会用到替身 而且 如果主演因为做一些有难度的动作搞到身体受伤 影响了拍摄进度 那更是要命的事情 陈慧一回忆成虽然他们都才十七八岁 但每天能挣七十块钱 因为觉得李小龙是新人 有点看不起他 然后李小龙发现了 就故意叫林正英拿起护具 一脚就把他踢飞了 其他人都吓坏了 陈慧一说 不过李小龙虽然性格很傲 但他很会做人 不但剧组的茶水功生病了他要帮忙 就连另外剧组的五行受伤了 他也要帮忙 多年来跟随李小龙拍电影 陈慧一对李小龙非常了解 他说李小龙在荧幕下有一颗善良的心 懂得心理学 李小龙这个人特别注重保护弱者 对剧组里的打杂人员都非常和善 尤其是给剧组端茶道水的阿姨 他每次来片场 都会主动跟工作人员打个招呼 让他们觉得很开心 但是陈慧一透动 李小龙对电影公司的老板 却是另一种态度 他知道自己就是一件电影公司 用来赚钱的机器 所以他不会特意去讨好公司老板 老板反而要哄他开心 更让陈慧一印象深刻的是 李小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 西方的记者跑来采访 不管多有名的大牌记者 他都能表现很自信 那种眼神 就是会让西方的记者 感到他身上的那股霸气和自信 陈慧一说 当他跟了李小龙后 李小龙对他也很好 他还常送我衣服给我 只要小弟喜欢的衣服 就送给大家 可惜我没能把李小龙 给我的衣服留下来 不过 我弟弟却保留着李小龙 送给他的一条裙子 并且将他送给了香港的 李小龙粉丝协会会长 这个消息让李小龙的粉丝 兴奋了很长时间 1973年7月20日 在人生巅峰时刻的 李小龙突然猝死 留下无数疑问 多年来也演绎出 各种版本的猜测 而作为身边人 陈慧一直言这些都是炒作 李小龙猝死成为世纪之谜 陈慧一肯定地说 李小龙是运动过量 引起的死亡 他透露当年 李小龙拍片工作非常紧张 每部电影都要大动拳脚 需要有充沛的体力 为了补充体力 李小龙会喝牛血 在他家里 我亲眼见他把一大包药品吃下去 这些药都是用来补充体力的 由于平时没有太多时间锻炼 李小龙就会用电机 来维持身体的状态 一般人可能要连续举重 五六个小时 才能达到锻炼肌肉的目的 用这种电机只啪的一声就可以了 正是这些非正常 超强度的体力透支 最终让李小龙发生了猝死的悲剧 陈慧一感慨 李小龙在32岁的全盛时代突然走了 也是个完美结局 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在自己最灿烂最巅峰的时候突然离开 把最光辉的一面留给大家 这样人们才把它作为一个永远的传奇 每到李小龙诞辰纪念日 影视圈都会以怀念 致敬的名义掀起一股消费李小龙的热潮 陈慧一坦言 各种演绎的传奇已经把李小龙神化了 我认识的只有一个李小龙 生活中的李小龙 影片中的李小龙功夫无敌 而生活中他也是如此神用 陈慧一笑言 不是了 我们也曾问过 如果有十几个人拿刀去砍他 结果会怎么样 李老板说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自己会受伤 但对方肯定不会好过 你们要知道 只要是打架他就绝对不会跑 他是那种热爱打架的人 在电影界度过一生的陈慧一坦长 自李小龙之后 他再也没有见过比他更自信 更有魅力的武打明星 我总说李小龙的功夫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绝对是最好的 比如迈克尔杰克逊 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可以让所有人都为之轻挡 拍摄唐山大凶石 陈慧一世剧组的副武术指导 他笑言 李小龙是个没有任何武术指导 可以指导的人 他回忆说 那些经典的招牌动作 都是李小龙自己独创的 在现场也是他让大家先走位 指指点点该怎么打 然后拍一拍武术指导的肩膀 说怎么样 可以了吧 陈慧一昂起下巴 把李小龙的神态学得唯妙唯笑 其实拍摄唐山大凶石 他还给李小龙当过替身 但他并不愿就此吹嘘 他笑言 拍摄龙争虎斗石 成龙还来跑过龙套 在片中被李小龙一脚踢飞 当时成龙刚拍了部戏 第一次当主角 但根本不卖座 那天他来还很不好意思 让我们给他化妆 把脸画花 好让别人认不出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 家和老板周文怀 把李小龙请回香港拍公副片 李小龙也成为香港第一个片酬百万的巨星 陈慧一说 拍猛翁过江的时候 李小龙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协和 身兼主演 编剧 导演 武术指导等多项职位 而李小龙对电影圈的大佬很傲气 但对手下弟兄非常好 他衣着时髦 还给他们送衣服 只不过自己都没有收藏下来 陈慧一感慨 李小龙死后你知道有多惨 四五年都没人拍公副片了 没戏开工 我们就去英国表演武术赚钱 很多老外都指着我说 你不就是那谁谁谁 我在李小龙电影里跑龙套的那些角色 他们都记得 陈慧一说到 真子丹被原和平带到这里的时候 也就这么高 我告诉真子丹 你是走了狗屎运 如果是以前的话 你最多只能拿到两百万的片酬 现在却能拿到一千七百万 李小龙之后 对于目前活跃于影视圈的武林高手 陈慧一表示 陈真梁小龙应该称得上第二 目前还没有人称第一高手 陈岛和梁小龙十七岁的时候就在一起共识 还见证过许多次真刀真枪的场面 一次在九龙油麻地平安大厦舞馆的楼梯间 梁小龙遭十多名持利器男子伏击 他手无寸铁 竟能全身而退 只受轻伤 对方却人仰马翻 轰动一时 据悉 梁小龙当时是在街上打架 被无私人看中做生龙活虎小英雄主角 对于另一位香港武打明星真子丹伯克 陈慧一则认为他打得好看 要说真的比试拳脚 梁小龙单手单脚就能打倒真子丹 在李小龙死后 陈慧一和林郑英一样 成为了洪家班的武术指导 参与了许多英书的僵尸片 而且除了武术指导外 他还导演了许多电影 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也比较多 比如三德和尚与春米六 肥龙过江 少林三十六房 杂家小子 鬼打鬼 人下人 奇谋妙计武福星 败家子 一本无言 非洲和尚 金庄鬼打鬼 鬼打鬼之黄金道 等等 这些都是由他导演的 2006年 他再次重操就业 和袁斌合作 为七剑下天山的电视连续 具七剑担任动作指导 这些都是由他导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